讲好农业重养殖,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三诺雷歌 十个平方起步高达一两百个平方 真的一千多个平方都可以搞到一个新型家庭型的暴力特种养殖行业 这个养殖行业来前周期也特别的短 最快的话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会出来 慢走四十五天 而它的市场行情也是非常乐观 市场行情价格最低的话卖到五十五块钱一斤 高达基本上都可以卖到七八十块钱一斤都会有的 如果评不清楚朋友您家里面有闲职的房子 而且不知道干什么为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新型的动物养殖 真的值得你借鉴一下 要不跟上我的镜头咱们看看 我在它的养殖场所拍摄的视频 咱们看到底是养殖的什么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咱们已经都看得出来了 已经都看得出来了 是吧朋友们 这种养殖呢在我以前的作品当中都经常爱可大家分享的 它就是蟋蟀养殖 蟋蟀呢可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一种能够人工养殖 而且很多人更不知道它是一种药材 那么通过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会让你对这个蟋蟀更加的了解 有的人呢可以说知道 哎呀这个田地里边像玉米地啊花生地里边都有这种蟋蟀 是否一样呢 在这里呢想和大家小小的温馨提醒一下 不一样的 在田地里面的那种属于野蟋蟀 野蟋蟀 它们也称之为豆蟋蟀 它们是结成不同的两个品种 那个是用不得这个药材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它属于商品用的一个蟋蟀 可以制作成这个药材的 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朋友们 这是两个的区别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蟋蟀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食材 它也是一种药材 所以药食同源的一个特种养殖行业 蟋蟀呢 它在药材行业里边也是价值非常高的一个商品 至于这个蟋蟀有什么作用 大家呢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自行查询 由于磁蟋关系还有特殊关系呢 咱们在这里不给大家 多说它的作用和效果呢 大家通过视频自行查询 我今天所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养殖户 这个养殖户 它是由刚开始 十个平方来进行发展养殖的 发展到有二十多个平方 二三十个平方的时候 二十五六个平方 那个时候它想着规模再扩大 规模再扩大情况下呢 有可能收获的会更多 由二十几个平方发展到二三十个平方 由二三个平方发展到现在五六百个平方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它也说到了目前它的效益吧 还算的可以 五百多个平方 年少于呢 反正是最低的话会达到五六十万的一个利润的 是非常不错的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也说到了 它养殖这个西帅呢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掌握着的温度和湿度就可以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 你不用管它温度就行了 现在的温度基本上就滑 就可以 正好是西帅的这个生活的温度 能够更好地让它生长 是吧朋友们 所以说呢 想养殖的话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来经养殖的青红沙 会大大积约你更多的成本 是吧朋友们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 如果在冬天养殖的情况下 那就成本就高一点了 成本高的话 也就是说 因为需要这个生炉子 把它提高向温度 温度呢 会达到二十二度高达三十多度 这样子才可以让这个西帅很好的成长 长得越快 繁殖越快 那么农民养殖户的钱就来得越快了 是吧朋友们 况且呢 养殖这个西帅 它来前周期 在市民开始呢 也和大老说过了 如果天气非常热的青红沙呢 一般青红沙 二十五六天 基本上就会出篮 天气冷的青红沙 温度达不到青红沙 基本上也就是说 四十天呢 四十五天呢 才可以出来一批的 而且呢 养殖越西帅大多数的一次性 投资容景收益 因为它的繁殖力也特别高 它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繁殖 繁殖的情况下呢 繁殖量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说呢 两个月你可以出来也可以 繁殖完毕之后 你把那个老的给卖掉 养着小的就可以了 所以说永远不断的这个苗子和卵 所以说呢 是一次性投资 终身让你收益 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 朋友们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也说到了 这个西帅 夏天情况下 养得特别快 长得特别快 冬天的话 长得迈 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 是不是 朋友们 还有一块呢 关于这个西帅这块呢 它的思想 需求量 也是特别的盘大 根本就不愁消禄 是吧 朋友们 还有一块呢 养殖西帅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利用在咱们农村闲置的房子 都可以来进化的养殖的 如果评论的朋友 您的比较迷茫 不知道干什么为好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养殖 看是否适合你来进化的养殖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绕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比较更精彩 下期不讲不思 拜拜